来 你说你们少城组啊 捡了便宜还买乖 对 我们少军明明就是为了他好 你看我们少城组才不稀罕呢 我告诉你啊 送礼送对了 那叫惊喜 送错了 那叫惊吓 你懂不懂什么叫感情 有有有 说得就好像你懂了什么 我当然懂了 无论我做什么 都是为了我们少城组好 是为了你们少城组 可你就是笨脸 一下子做了五百个火气猪头 生怕别人发现不了 你这人怎么哪壶不堪 你提哪壶啊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 抢旗那天就是你设计二郡主 结果反倒注入我们三郡主 这 成事不读 败事有余 成事不读 败事有余 败事有余 这人是上车组来了 上车组啊 上车组啊 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 怎么就是啊 上车组啊 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 就是啊 你若是不喜欢 为何不早同我手 只是没想到你有这么大的注意 连继任陈主知识都要插手 自古以来只要涉及到权力之争 就是你死我活 你知不知道你背后可能有人正在算计 你不拯 就是一败涂地死劫重重 别的先不说 我的死劫不就坐在我面前吗 你我好歹夫妻一场 我怎么可能会害你 夫妻 祭天了吗 洞房了吗 拜堂了吗 游街了吗 咱们不是正在游街吗 一会儿就去祭天 如果三公主不满意的话 我末晚些可以重新拜堂 如果还不够 也可以 少城主 洞房 想得到挺美 停车 怎么停车了 少城主 你停车了 你 你是不是觉得与我澄清是未完之礼 没有拜堂 祭天 游街 想方是否还把这次游街也破坏掉 拜托 是你叫停的花车 三公主既然不愿与韩某游街 韩某告退 韩硕 对不起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 韩硕 给我站住 韩硕 韩硕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 我是真的不想当少城主 那日三公主中毒之后 可是亲口说的 失去了竞选少城主的资格 整日以泪洗面 现在又说自己不想当少城主 三公主的心思果然如同海底针 难猜得几 亏得韩某心急痊愈 否则今日 就是我绝命之始 对 心急我帮你治好了 我拿龙骨帮你治好了 你拿龙骨是因为愧疚 你陷害我与玄虎密探私通 我差点被二郡主剿灭 那我不是因为怕你吗 再说 是谁之前虎视眈眈的 我在瑞里府连一顿饭 都没有好好吃过 一桌的琉璃盏啊 我吃个半盆抽串似的 三公主对韩某防范的景呢 莫不是有什么亏心事 教防撕的事 我可是颜面扫地 当街出丑 怎么就记得人坏 不记得人好了呢 我不是还 恍尘有孕 把你从死牢里救了出来 我对你 我因何入狱啊 难道不是三公主陷害的吗 之前 我们不是相处得不太融洽吗 对吧 我以为你要下毒害我 你自己当街抢的妻 当街 当街抢妻 就这条街 喂 自己当街抢妻 不然男友洞房下毒这事 那你还有脸说 我 你为什么要抢心啊 那不是你色诱我吗 再说了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想救的人不是我 是楚楚 少君 这一段是咱们利亏 他怎么知道这事的呢 我也不知道 真是什么意思 我堂堂玄虎少君 竟然与一妇人当街争吵 妇人 妇人怎么了 你别用这种 心别歧视的语气 跟我说话 我告诉你 这世间 唯有男子跟小人 南洋野 三公主既然不喜喊某同行 您就 自己去游街吧 自己游秀气 什么衣服 什么衣服 这是什么新的衣服 岂有此理 大庭广众之下 韩硕竟然损毁千千一物 当众羞辱妻子 玄武成男子果然不惊妻子 不会伺候 不安于事 根本就配不上浅浅 开开开开开 什么开开开 开开开开 开呀 韩叔 韩叔 你别走 韩叔 我跟你扔不了力 我看这少城主 根本不喜欢韩少君 对了 千千夜夜流连于教访司 男女之情于他而言 不过是一时新鲜 倒可惜了韩硕 对他一枉情深 你平时我们不喜欢 一小子看 您和韩绍俊才是天做之和 韩重祖虽半路抢心 但最终 还是会物归远瞩的 好 好 好